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友田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一个激励的小故事 他的题目是 一个人从穷人的世界到富人的世界必备的通行症 名字叫做企图性 谁都希望自己是个有钱人 谁都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个穷光蛋 一辈子赚了钱不多 然后日子要过得不满意 心情也非常的难干和复杂 所以 爱钱并不是坏事 虽然钱非常的熟悉 但是钱可以处理掉90%的事情 当然还有10%的事情 不一定钱能够处理 但是人人爱钱是事实 因此 做业务也好 创业也好 做任何工作也好 目的不费就是能够获得更多的金钱 那请问一下 有钱人跟 一般的穷光蛋 到底他们差别在什么地方呢 有人说有钱的人 学历比较高 有背景 专业知识比较强 但事实上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现实世界里面 其实真正的成功者并不是 刚所说的 专业知识非常的强 有很高的学历 人脉很强 各方面的能力也不输给别人 有人说 穷人跟有钱人之间最大差别 不是 他们的说法 不是他们的做法 而是他们的想法 有钱人真的 和没钱人想的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钱人脑袋里面想的 只要我有弃虏心 我一定能够成就一番失业 那穷人可能就没有这样想法 他们没有什么弃虏心 他们认为 凡是随波 一切都是被命运注定的 努力再多 其实也是白费力气 因为他们没有强烈的欺负心 所以 注定了他可能 口袋里面不饱满 赚的钱不够多 当我们面对现在 变化多端的事件 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人生第一堂要做的事情是 如何改变自己 让自己拥有非常强烈的欺负心 特别是 成为有钱人或者成功者的欺负心 然后展现他的欺负心 因为这样持续的做 不断做努力去做 全力以赴去做 一个人年薪破百万 甚至 五百万一千万 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难道真的 我们努力 只要有欺负心 坚持到最后我们一定会成功吗 那我跟各位说个小故事 不久前商业周刊 在封面列举了一个小故事 这故事名字叫做 汉帝阿贵出头爹 阿贵是谁 阿贵是 台南 有个小地方叫做家里 这家里 这个地方 人口其实非常的少 可以说是穷乡屁了 那阿贵原来 在十几岁到二几岁之间 并不是很努力 很卖力 甚至做生意 赔了很多的钱 一直到他三十来岁的时候 他的老婆提醒他一件事情 我们孩子开始长大 我们需要钱去培育他们 然后我们的收入 让我们入步付出 赚的钱真的不够用 你应该要好好的 打拼努力 不要再像过去这样子 随坡逐流的 过日子 然而 他当时做了一份工作 是销售工作 他卖的汽车叫做现代汽车 汉帝 汉帝这汽车到底如何呢 据我们外在的了解 汉帝汽车 他的品牌 倒数定 顾客买一度 排名第13 他唯一赢过的 一台车叫做林木汽车 因此阿贵手中拿到的烂牌 有好几张 这就是第1张烂牌 他又拿到第2张烂牌 整个国产车的销售量里面 汉帝汽车 排名是最末端的 他的销售量只有 丰田汽车 投塔汽车的十分之一 要不然5部 投塔汽车 真的很简单 但是你有办法 能够卖出一台 现代 汉帝汽车 真的很了不起 也就是说 汉帝汽车 在市场上的反应 真的非常 不如人 这是他第2张烂牌 第3张烂牌是什么 有些人在 知名度很高的公司 高品牌公司服务 公司的资源 支持非常多 那么卖东西 销售东西 变得轻松又容易 然而 阿贵 他所处的公司 近年来财务状况 非常的不理想 他的股票的 数值 只有个位数 公司的财务状况 非常不优 因此 公司给 幼人员的资源就少得非常可怜 当他们在卖东西的时候 必须要独立奋战 靠说破嘴巴 才好不容易能够 卖出去 一台车子 这是第3张烂牌 更可怕的是现实的问题 他拿到第4张烂牌 因为他的销售据点 是在穷乡屁壤 台南县 加里镇 整个人口 还不到6万人 然而 他却能够 凭一个高中生 的能力 一张高中生的文凭 让他一年竟然可以卖出 205台的汽车 可以说是一般汽车销售员的 销量的5倍以上 而且他只有30岁 那有人在问说 他到底凭着何的能够 达到这么样高的收入 年收入 600万以上呢 根据我的了解 阿贵的成功 原因可能有好几个 如果我非选一个来说的话 我认为 阿贵的强烈气流心事 导致他成功的 基本低要素 他的旧心永远跟平凡人不一样 一般人 做事马马虎虎 不够认真 可是阿帅 可是阿贵 他认为 我 认真 我努力 虽然不够聪明 只要我比别人认真 我还是另外成功的 二 他 最憨厚的台南人 他 脸圆圆的 脸 也是黑的 真的像个 朴实的农夫一样 他有股 你想象不到的傻劲 一般人卖汽车被拒绝 5次 大概就打退堂股了 然而他 被拒绝5次之后 跟扁完全不一样 傻乎乎的 一直不断不断去拜访顾客 直到顾客 真的把他赶出来 他才愿意罢休 尤为他拜访的顾客 拜访了9次 照理讲说 应该就放弃掉 然而他 做最后一次的拜访 他去 女顾客的家里才发现 这个 女顾客的老公 现在瘫痪 坐在轮椅上 动弹不得 他现在才了解到 这位女客人为什么要跟他 买一台车子呢 是因为他必须 带着他老公到医院去 就医 去做复健的工作 那甚至 有时候想说 我们到外面去看看 外面的风景 然而 因为他们的车子 座椅是固定的 因此 女客人要抱 老公上去非常的困难 很麻烦 所以一直在想说 到底要买还是不要买 所以犹豫了9次 没有下定决心跟他买 当阿贵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马上心情的念头 回到场里面 立即自己花费 1万块钱 把原来的固定的座椅 改成为电动的座椅 让他 跟女客人 能够把他老公 很顺利的送上 汽车里面 当女客人跟老公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心里面非常的感动 两个人决意 跟阿贵 买一下 这台车子 阿贵卖这台车子 其实是没赚钱的 因为他的 奖金 全部赔在 改 电动座椅上面 比如说 这生意真的是 做愉快的 做爽快的 为了只要交一个朋友 然而 不会行动的 这个老公 有一张嘴 有一张很甜的嘴 竟然帮他做口碑行销 在短短两个月之内 就帮他卖出了 两部车子 那他过去的努力 并没有白费 因为这两部车子卖出去 他就获得了更多的奖金 因此阿贵有强烈气固心 凭着一股撒劲 能够去服务客人 而且自己花费 不少 赢得顾客心 我认为是他第2个 成功的原因 第三个 各位知道 做业务工作 除了有良好的专业知识 IQ之外 还要需要一个 非常 跟别人不同的EQ 这EQ他才能够 耐心的帮顾客做最精致 做最好的服务 根据了解 阿贵做了一个顾客 非常的令人心烦 因为这顾客 非常的龟毛 对汽车的点点滴 不懂的 没事就打电话去问阿贵 3天之内 这顾客打了超过100通的电话 一直问他同样的几个问题 阿贵赢过别人 就在于他有耐烦之心 而且是绝对耐烦 回答的问题 纵然是一样的 他还是 非常的亲切仔细的做回答 那根据以上所说 我总结一下 阿贵成功的道理非常的简单 第1个 旗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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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旗路心永远做先锋 专业知识做基础 第2个是 他努力比别人多一倍以上 一般人拜访顾客 一天三访 他却一天六访 有说一天 拜访 顾客 至少6个或6期以上 加上他精致的服务 导致他能够 赢得顾客对他的信任跟好感 甚至赢得订单 更难能可贵的 他似乎懂得 装脚理论 他就利用每一个满意的顾客 让他们成为自己业务工作上的装脚 透过 良好的口碑的行销 病毒式的行销 让这些满意的顾客 一个帮他介绍一个 听说 60%的生意 他都是来自 口碑行销 来自 刚说的 装脚理论 帮他奠定的很好的技术 难怪 他比别人更幸运 更容易的 年收入竟然可以高达 五六百万以上 那我要跟各位分享的 每一根都可以成为一个成功者 他只要有成功者的弃辱性就可以了 方法一 你必须现在立志 说我要成为一个成功者 我要成为一个比较有钱的人 因为全球不景气 重点是自己要争气 只要你有志气 不甘心一辈子做穷光蛋 那就怀着做个有钱人的 系统心 天天摆在脑袋里面 然后认真全心的学习 努力的经营 实业 当我们遇到问题 遇到困难 我们能够在困境当中 跌倒之后 再爬起来一次 记住永远比别人 早点爬起来 只要多爬起来一次 你就是 胜利者 因为这样继续奋战下去 困难 重乱很多 终于一天 成功还是会降临在我们的头上 第二个方法 设定目标 勇往直前 向前迈进 树的方向是由风来决定的 然而人的方向是自己 来决定的 怎么决定自己方向 那就是 明确我们的目标在哪边 那目标引导我们 往前去走 持续走 追求目标 可以为我们带来很多的热趣 特别是遇到了 问题 困难 险阻 或者 无情的拒绝 所有的千难万险 都会化险为一 当我们所有的障碍都被 我们一扫除之后 那我们的收获 真的是 说不出的优美和甜美 所以 设定方向向前迈进 让我们的欺辱心 发光又发热 失败 挫折永远都是难免的 人生 做任何事情 十之八九都不如意 因此 当我们持续碰到 失败 挫折 悲伤的时候 绝对不要轻易的向 失败 投降 竖起白心 永远不要被失败 击倒 在我们承认我们失败之前 其实我们都是非常成功的 永远记住 上帝的词言 不让你找日成功 不是上帝故意给你的拒绝 真正的成功 其实 都是三三来词的 所以 不要怕失败 勇敢的面对失败 找问题 找问题 找方法去解决他 最后一点是 自信是成功的最重要的元素 没有自信 旧心 都好像在 冰上面 很容易就陷下去 那怎么样 增加自己自信 让我们勇敢的向前走下去呢 那我告诉各位三个方法 第1个方法 你必须认同你现在工作 从工作当中找出你认为值得投入的地方 或者带来 很多你想象不到好处的地方 每天去想他 认同自己工作 那就是好的开始 第2个是 常常听一些激发潜能的音乐带 CD带 外面如果有不错的演讲 很棒的 激烈人心的 Seminar或活动 我们务必要去参加 最后一个是 有备无患 不让我们从事任何工作 只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周全准备 我们在从事任何活动的时候 一定比过去会更加自信 这是我要告诉各位 你要想增加自己企图心 最后一个方法 永远相信自己 你是很优的 很不错的 一定能够成功的 最后我要跟各位下个结语 一个人只要有目标 目标明确 而且非常执着的话 就很容易展现我们强烈成为成功者的企图心 有企图心 只要努力 坚持下去 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真的事情有时候看起来真的有点困难 很难做得到 只是我们有一个强烈的信念 这信念就是 相信我一定能成功 我就一定会成功 假如 我认为自己要成功 那我就一定能够成功 这信念不断的盘旋在你的脑海当中 然后 下定 付出 代价 决心 全力付 坚持到你 我认为 要圆梦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唯有强烈的旧心 能够不断滋润 和营养我们这份追求成功的信念 这样子我们要征服任何的 千难万苦 一定是变得轻松又容易的 让我们全力付 让我们勇往直前 迈向成功的高峰 让我们登上高峰之后 揽四海 巅峰秀 祝各位 我们勇往向前 祝各位 我们一定能够在成功的高峰再次 见面 谢谢各位 再见 谢谢大家